虽然他安家的50毫米F2的无反卡口镜头只要388 但是我体验了一段时间下来还是发现了不少毛病 大家好,我是七叔,一个摄影院好者也是一个商业摄影师 内容创作B,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我哟 第一点,镜头的光圈叶能收缩到F2的时候 明显有一大圈还是没有收起来的 并且外围还有金属的圈 看起来厂家是活生生的把一个F1.4镜头阉割成了F2 第二点,作为一个无反卡口的镜头 最近对外距离只有50厘米 人家潘太刚上个世纪的单反镜头都能做到33厘米 但是无反卡口只有50厘米还是有点保守 第三点,为了照顾F1卡口 到RF上就变成了一个头小定大的模样 只能说厂家又想多下个土夫 又不想被人吐槽画质不好 一个388的镜头真的有必要做成这样吗 言归正传,我们来看一下 在有限的经费和严谨的设计下 延时心的50毫米F2的体验到底怎么样 对焦和变焦的纹路有点浅 虽然说阻尼不大 但是纹路深一点手感会更好 对焦行程比较长 结合相机的峰值对焦 可以很轻松的实现抓拍 能不能超越自动对焦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手速了 无极光圈非常nice 拍摄视频遇到亮度变化比较大情况 这个功能就非常方便 卡口很紧 建议稍微再松个一到两个丝 这样安装会更加顺手 应该也不会影响成像的画质 画质测试采用了佳能EOS R5 Rogue是拍摄 光圈看的F2中心还可以 边缘也不差 F2.8锐度很不错 并且一直锐到F16 基本上没有下降 这一点很厉害 建议直接出个微距版本 即便控制的不错 暗角比较重 但是过度比较均匀 我不是很排斥这样的暗角 反而会让画面更有凝聚感 抗炫光能力还可以 逆光是没有明显的对比度下降 炫光有但是不是特别明显 最应该距离为50厘米 大概是0.1倍左右的放大倍率 此时F2的画质比较软 到F4后锐度有明显的提高 胶外整体上比较柔顺 但是光斑会有滤边和口径时的现象 这个镜头可以很轻松的拍摄出 背景虚化主体突出的照片 50毫米的胶段在拍摄中 也不必有过多的拘束 拍摄人像小景近物 都是它擅长的内容 总体上来说 结构紧凑 画质表现中的偏上 但是如果是我来设计 我可能会更加激进一点 我对画质要求没有那么高 我更喜欢氛围突出的镜头 大胆的想一想 如果是50毫米F1.2 33厘米对焦距离的小微距 只要几百块钱 但凡是能拍到画面 我都觉得非常棒了 如果是你 你会更中意延世新高清白的50毫米F2 还是更喜欢我的朦胧版的50毫米F1.2呢 欢迎你把答案留在评论区 我会和你一起讨论 我是能拍护车器书 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我哟